这是一期梳头的视频 因为我现在头发也不是很长 相信很多小小班的小朋友 跟我头发大部分差不多长 所以我就用我的头发给你示范 怎样把这些碎发梳上去 然后怎样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让你的头变得很干净 很professional的视频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这种 spray小瓶子 然后你就先把你可以挡着你孩子的脸 然后把他的头发 尤其是alung这个发际线的位置 然后你拨一拨 拨一拨 喷喷 把它喷湿 这是第一步 包括他脖子上 后面也是要喷湿 OK头顶上 喷湿 在湿的情况下 你的头发是很容易就固定的 你看我梳在那 它就是有这种线条在里面 你看我梳回去 它就有线条 它就已经是一个很平整的 这个头发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拿hair gel 如果你有hair gel的话 那就请你用hair gel 我没有hair gel 我是一般用hair wax 所以我会取一点我的hair wax 大概这样子 hair gel你可能多放点 没有关系 然后hair gel你也是放在你的手指头上 不要挤在你的手心 因为这样很难apply 所以你在你的手指头上 把它四个手指全部抹上 再说一遍 我的这个是发辣或者发泥 但是你可以用发胶 OK是一样的 一样的principle 我的是白色 但是它到头发上 它等一会儿它就变成黑 就会变成发色 然后你就是你看我的手指了没 沿着它的头发 把它往后 往后压 OK 表层上面的头发 你看我很用力哦 我很用力往下压 这只是我前面的头发 OK 然后你说到这一步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more 你就再回到这里 然后你再拿一点 取一点 我用发辣的原因是 因为如果我需要换我的发型的话 发辣很容易 因为它是软的 它不会定型 变成很硬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很容易的换发型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发型 那就无所谓 你可以用哪一种都可以 但是一样的 下面的头发也是 把它抹上去 大胆的抹上去 OK 你看它已经没有那个白色了 OK 但是它可以定型 它就会黏黏的 把你的头发都黏起来 OK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先用手 把你的头发 用你的手 穿到头发里面 如果你是在帮你的女儿梳的话 你就是这样 OK 从后面手 往前这样 往后带 把它 你上面的 后面的另外一只手 就是抓住那些头发 你不用每一次都疏疼 那个样子 抓到你需要的高度 那高度有很多种 OK 有的是super high bond 那可能是要求你输在 真的就是above你的这个 头顶再往前一点 然后你的棒就是在这个位置 OK 如果是high bond 那基本上就是从这里斜上去 到你的这个斜上角 在这个位置 然后从前面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 一点点棒 这个叫做high bond OK 然后 依此类推 mid high 比那个刚才在little bit lower OK 然后mid 然后low alright 所以这些位置 大家最好可以记一下 OK 如果你不 我就说一个high bond 我不要说那个super high 然后你就拿一个笼子 这个叫什么 梳子 我叫它笼子 是comb 你不要用hair brush 用这个 把它一点点梳回去 你不用梳通 你只需要把前面的头发 往后带 在你的hair gel 干之前 你要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的hair gel已经干了 那就很难做这个动作 你看 全部 而且我不用梳通它 我只需要把我上面 表面的头发 梳干净 下面的也是 我不知道我这样 大家能不能看到 希望可以看到 OK 那我的头发是很短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的话 相信大部分孩子 也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要用一个 我要给你们看 粗的橡皮筋 你看我的很粗 OK 细的是不work的 所以妈妈们 该买的时候 就要买 你要想 你的孩子会跳 十年 OK 他可以用很久 这些东西 所以你就一次 买个几百个 你就再也不用 再买第二次 第三次 你每年都会用的 好 我来进入bun的地方了 我要低头 给你示范 bun 你可以松松的 把它一点点卷起来 你不要卷得很紧 卷得很紧的时候 就很难去摆弄它 你要松松的卷 这样子 而且滋的也没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 我们要用我们的hair net 等一下 OK hair net alright hair net 是这么大的哦 OK 然后你可以把它 窝成好几 好几层 OK 再来一遍啊 松松的卷一下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摁住它 松松的卷 我都不怎么特别 使劲卷哈 然后把你的hair net 套住 然后 翻一个面 再套住 套几层 大概两到三层 看你的hair的发量 我套两层 我觉得我可以了 一层肯定不行 肯定是要两层到三层 就把所有的小头发 都收进去 前前后后的 对 这个地方松 没有关系 因为下一步 就是我们的 这个叫做 U pin 你看它是一个 U的shape 所以叫做 U pin 就是UVW的那个U OK U 然后空格 P-I-N-S U pins 你要准备一把 四个是不够的 OK 因为我相信 大部分家庭 手没有那么紧 所以你准备一把 OK 然后啊 这个地方注意看 勾着你 bone上面的头发 然后再勾你头皮上的头发 然后把它摁下来 插入你的皮筋里面 推进去 我再来啊 棒上面的头发 头皮的头发 然后插进去 你插进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是有一些 它是 你看棒上面头发 它是有一些resistance 所以插得紧 然后你就插一圈 OK 插一圈 看你的发量 如果发量少 它固定了 你看 OK 你尽量 这是我是看不见 尽量把你的棒 梳成一个圆的 不要是一坨 而且不要太大 OK 你尽量 如果你的头发很长 你孩子头发很长 那就稍微减一点点 OK 这个梳上去 然后后面也是比较工整的 OK 然后 Next 你要再准备一些 这样的clip 这种卡子 OK 各种shape都可以知道 是黑色的 好 剩下的就是一些碎法 如果你后面 像我这样会有一个骨包 你就把它 别一下 你看它骨包就不见了 你看两侧 如果比较有 容易碎 碎发比较多 两边的头发 弄一下 All right 然后如果你上面很多baby hair 你也可以把它 固定下去 All right 所以其实这样就基本上 你的棒已经完成了 我的可能不是特别完美 因为我没有镜子 我没有办法 check我的那个 那个 那个 shape 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特别差 这样其实上台就已经是非常干净的 OK 如果你有头发脸 OK 有的小朋友头发脸很短 你要怎么办 你先 也是一样的 先喷水 喷完水以后 把这里都弄湿湿的 然后你把它分成一个 或者两个小小的ponytail 你就梳在这个头皮这 然后你再把那个小的ponytail 它不是这样会竖起来吗 把它压在你的头皮上 然后你再用 这种hair clip 用你的手摁住 然后把它一卡 它就基本上是平的 OK 所以基本上你的头发 说完了应该是这样 这是一个high bun All right 再说一遍啊 super high bun 在这上头 high bun mid high middle low bun 这些位置 希望大家学到了一些 加油